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仙仙也很想分享一個感恩 因為原本... 其實剛才敬拜是否贈? 贈! 給點掌聲耶穌 也討告的 因為我們的敬弟兄原本他今天戴敬拜 他不舒服,戴不到 然後有一個對我很重要的牧者 成為了幫他頂一頂 梁耀心牧師,我們新歌 謝謝 為什麼他對我這麼重要呢? 其實真的是神的恩典 想當年我們一起在神學院讀神學 牧師去神學院讀神學已經很感恩了 可以照顧一下我們 然後去讀書的時候 我到了一個尋求服侍的方向的階段 然後我在神學院的一個開學營裡 就去討告問神 然後神跟我說了一句說話 就說,你去找心牧師 然後我再問神,找他做什麼? 然後沒有話要說,神不跟我說話 然後我就帶著這個疑惑 完聚會就去找心牧師 然後我就照直說 他就說,心牧師,神叫我找你 然後心牧師不知道他記不記得 然後回應我就是回應一句 找我做什麼? 然後我就照直再跟他說 不知道,神還是叫我來找你? 然後我心裡又有另一句說話 我想你知道的 然後心牧師回應我就是說 是呀?我想我也知道的 然後一步一步,神就帶領我去跟心牧師連結 跟復興教會連結 然後慢慢就進入教會的服侍 來到復興教會做同工 這個也是很大的恩典 給掌聲耶穌 然後另一個恩典就是 我來到復興教會 他一開始就是一個實習的神學生 然後就進入小組 進入了周慧家的恩允組 然後在恩允組那裡就開始人多了 出來就開了牧場組 也是周慧家 周慧家當年就是Aster師母去做家長 然後我慢慢去一邊做傳導 加核心 然後現在就有幸做了家長 做了家長的時候 是阿森牧師 多謝森牧師拍掌 做了家長的時候 其實一直帶著我的就是阿師母 今天很感恩 有阿森牧師去大敬拜 然後師母去到領會 我有幸在這裡分享 所以這個是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感恩的感恩事項來的 好,進入今天的題目 今天我們會講第二個今年的主題 就是展現喜樂平安 其實我又是一個很感恩的事情 就是我分享這個題目 一開始對我來說 我覺得是很困難的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不是很喜樂 不懂得平安的人 凡事都會去到 說自己不行 說自己做得不好 就自怨自艾 明明是有人稱讚自己 就會覺得被人騙了 他只是騙我 我不是真的那麼值得稱讚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但是呢 慢慢在阿神裡面 被恢復,被成長 到今天呢 其實我都覺得自己都OK 也有喜樂 也挺好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恩典 但是呢 說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一直在預備的時候 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 就是我跟別人吵架 吵完之後呢 我腦子裡面 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然後呢 睡覺之前就想 哎呀,那個人對我真的壞了 又誤解我 又不明白我 然後一直在吵 吵吵吵吵 睡不著 這樣吵發 然後呢 我就祈禱 祈禱 然後祈禱一下 然後就安然入睡了 然後到第二天起床的時候 我又想起這件事 啊,感恩 我又沒有再埋怨那個人了 那些負面的情緒沒有了 很平安 經歷到神給我的平安 然後呢 也在剛剛禮拜一 很近啊 禮拜一 其實呢 我差點就站不到在那裡 去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我禮拜一的時候 我起床 然後準備去做運動 那就換衣服吧 換完衣服 當然是換褲 到換褲的時候 一提起一隻腳 一躲一躲 哎呀 接著扭傷了腰 哇 痛到我呢 真的走得很辛苦 差不多走不動 然後呢 坐下來休息一下 休息完一會 站起來的時候 哇 要扶著東西 站成半分鐘才能站起來 真的很痛很痛 接著呢 做不到運動 其實很沮喪 打算做運動 接著做不到運動 還要受傷 接著就 到那一晚呢 其實就越來越痛 第二天 就是禮拜二 我就去看 有一個醫生 我看開的 我就看他 頭痛醫頭 腳痛醫腳 我腰痛 他就幫我醫腰 看完之後 回到家 叫做好一點 但是呢 都是坐起來 哇 都是很辛苦 才能站起來 不用半分鐘 可能20秒 都是很辛苦 第二天再去看他 就是禮拜三 再去看他 看完他之後 狀況都是很差 其間我其實有個很負面的思想 就是覺得 喂 不如我跟牧師說 我這個禮拜 我講不到了 不如牧師幫我頂 心裡不斷地盤旋著這個想法 但是呢 到禮拜三的時候 一直討告的時候 就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 有兩個想法 第一 就是 去轉一個醫師 去看了一個 SR師母介紹的醫師 而另一個想法 就是沒有了那個 說不想講到的那個想法 啊 平安回來了 然後去看那個醫師的時候 他就 告訴他 這裡痛啊 扭傷啊 很辛苦啊 然後他就跟我說 叫我做了幾個動作 動一下 動一下 動完之後 他碰也沒有碰過 我就說 你不是那裡弄傷 你是 這裡有個叫做 腰方肌弄傷 然後他就說 這裡弄傷? 我痛也沒有痛 這麼奇怪? 然後他就說 這裡很痛啊 醫師 然後 醫師說什麼就什麼 我繼續給他看 然後他就幫我 揮進去 手指弓 很大力 揮得很深 然後終於碰到 一塊小肌肉 然後我就說 嘩!那裡真的痛啊 然後他就解釋給我聽 那塊肌肉扭傷了 所以他就扯著你的背部 又扯著你下面 然後他還按一張圖給我看 上網 大家可以試試按 要放肌 然後Google搜尋出來之後 他在這塊肌肉受傷的時候 原來真的在這兩個位置痛 很奇怪啊 Anyway 接著他就幫我做一些治療 治療完之後 其實那次看完他 星期四看完他 他跟我說了一句 你星期六再回來看我吧 星期六回來看我 應該好回七八成了 這麼厲害? 你是不是啊? 然後就越來越好 覺得 星期五又好一點 星期六又好一點 星期六黃昏 我再去看他的時候 他真的問我 好回多少啊? 他真的好回七八成了 感謝豬 接著他再跟我做一些治療 去到處理的時候 處理完之後 他叫我在床上 動動動動動動 哇 差不多真的完全沒有事 我想只剩下一成左右 接著到現在 其實你見到我 你是不是精神? 哇 我都可以啊 我真的可以啊 阿明 哇 很大的神的恩典 那個轉折點 就是在禮拜三的時候 我討告 然後神就給我一個平安 和喜樂 給我 所以神值著這兩件事 都是這兩個禮拜 發生的 讓我說這個道的時候 有些事情跟大家說一下 有些神的恩典跟大家說一下 想不想相信神的恩典? 阿門 好 繼續下去 我們讀下今天的主題經文 有兩段 一起讀一二三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順章諸般的喜樂 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 大有盼望 第二段 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 你們要喜樂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主已經近了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直著討告 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有的告訴神 神所知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女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好 我們最後一個祈禱 親愛恩主 我們知道 我們生活上很多的狀況會出現 我們有時候都不知道怎樣面對 有時候真的很無力 有時候找很多方法都搞不定 但我們知道 主你告訴我們 我們要一無掛淚 要去到你的面前 讓你的平安 你的喜樂 去進入我們當中 靠著你聖靈的大能 能夠勝過這些負面 能夠進入一個正面的裏面 進入神你的封聖 你的恩典 你的歡喜 快樂的裏面 主要讓我們再次 將我們每一個交上給你 你聖靈這一刻就運行在我們裏面 讓我們一邊聽你的話語的時候 你幫助我們 如何超越我們的理性 去進入靈的層面 去得勝我們面對的一切一切的困難 都是一隻主 祷告奉主耶穌命求 阿們 阿們 好 先說到喜樂平安 想起一件事 我覺得很需要 我們再次不如為包師母祈禱 因為除了包師母 其實我們周一家都有一位弟兄 她媽媽做開胸手術 做完手術之後 她有一點發燒 發燒了幾天之後 再要再做 再做手術 因為有些狀況 都是徘徊在一個很不理想的狀況 而且她現在還是有微燒 有些這樣的狀況 另外有一位阿朱姐妹的奶奶 就是阿邦哥的媽媽 她之前做了心反手術 做完一次之後 都不行 要做第二次 做完第二次 好很多 但是還差一點 做了第三次 做完第三次 早半個月左右 做完第三次 其實還未做得到 現在還是有一些儀器 去幫助她 所以為這些事情祈禱 還有周三家 健身 陳健身弟兄 她的狀況和包師母差不多 其實都很需要我們一起祷告 還有很多可能我們不知道的 身邊的弟兄姊妹 我們一起祷告 為這些我們的病患去祷告 讓神的能力去進入 哈利路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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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我們面對很多不同的狀況 有我們身邊 我們所愛的家人 有我們家人 有我們的家人 在這些危難的當中 我們都不知道怎麼辦 靠我們自己 真的想不到什麼辦法 我們盡力去幫助的時候 但是我們已經無計可施了 主耶穌你幫助 特別是讓包師母擺在你的面前 她是我們眾人的母親 是我們復興教會的母親 主耶穌 你的恩典是臨到她的當中 感受到因為這件事 你要讓我們合一地為她祷告 讓我們教會合一地面對每一個狀況 主耶穌我們合一地為包師母祈禱 讓她能夠經歷到神職的醫治 讓她經歷到神職的大能力的權能 主願你的平安 願你的恩典 願你的醫治 臨到我們的包師母當中 也臨到我們其他的弟兄姊妹 我們的家人當中 主要我們很願意 他們出來再次為你作見證 告訴你 神你就是醫治的位置 你就是賜平安的位置 主要我們將盼望歸於你 將我們的平安歸於你 主讓你臨到我們需要的肢體當中 主多盡你 討告奉主耶穌命求 阿明 好 求主在當中作供 所以今天講題 也是不容易的原因 就是我們身邊面對很多事情 但是面對這麼多事情的時候 剛才也說了 神讓我經歷到 無論是人的關係上 或者是身體的狀況 都有神的恩典去臨到 我很相信在座應該很多位都會經歷過 或者面對過 家衡也面對過 剛剛那個食物敏感的狀況 真的有很大的見證 我們很相信 我們都是這樣經歷的 在患難裡面 能夠經歷到神 我們仰望神的時候 神的恩典會臨到 對不對 好 講回喜樂 大家都知道了 喜樂其實跟快樂是不同的 喜樂是一個我們內在的狀態 平安也是我們內在的狀態 快樂呢 可能只不過是一些外奸的東西給我們 譬如我們跟朋友去吃一頓好的 開開心心 快樂完了 但是當吃完的時候 你的狀態又回來了 究竟你的狀態是喜樂 是平安 還是仍然是之前不開心 找人去聊天 可能回答幾杯 喝酒 走入壽場 就受更壽 其實你喝酒那一刻可能會好 但回到出來的時候 當你不是一個喜樂的狀態 你仍然會跌下去 當你不是一個平安的狀態 想起有個事件 不知道大家身邊會不會都有 有些人很喜歡做身體檢查 不是說做身體檢查不好 是需要的 但是 其實需要每個月去做嗎 未必需要 還有每個月出來的報告 都是沒有問題的 當你的報告出來沒有問題 應該可以長一點才再做 對吧 想起有個事件 就是有位 有位人士 不要猜是誰 每個月去美信主 因為他沒有神的平安 是可以理解的 每個月都看的 看完平安了 沒事了 再看 這個月又沒事了 那怎麼辦 是不是要看得有事為止 其實 在說他內在的狀態 他有沒有喜樂 沒有 他有沒有平安 也沒有 所以 我們也是 其實神給了一個恩典給我們 就是我們 會去尋找喜樂平安 同意嗎 同意嗎 當我們尋找的時候 去哪裡尋找呢 想想我們自己 會不會有些人很喜歡去購物 很喜歡去吃東西 很喜歡去旅行 很多不同的方面 都會的 但是 都說了 這些 未必是真正給我們平安 以及喜樂給我們 這些會給我們快樂 都會給我們平順 我用一下 即是很平順給我們 這些都會有的 但是 要懂得分和 真正的喜樂平安在我們裡面 舉個例子 喜樂的人 不一定是遇到好事的 即是剛才我弄傷腰 或者跟別人吵架 那些不是好事來的 但是 當我仰望神的時候 神又能給我喜樂 平安不一定是風調雨順的 剛才講的例子 即是每個月都是做身體檢查 他沒有事的 他應該平安的 但其實他不平安 所以 都是 回到我們內在的狀態 今天很想幫大家 或者我們一起去學習 我自己都未必做得很好 在這個狀態裡面 如何能夠進入平安 進入喜樂 進入神的平安 神的喜樂 好 剛才我們讀到一個經文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 恩信將諸般的喜樂 平安 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 去大有盼望 第一 我們要知道 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就是在講 使人有盼望的什麼 神 神 沒錯 喜樂平安 我們都知道 一定是來自神的 但是 說就知道 我們能否經歷到呢 今天我們一起去分享 看看如何能夠經歷到 下面講到 聖靈的能力 都是要靠聖靈的 感恩 我們是一間聖靈充滿的教會 我們可以呼求聖靈 去到充滿我們 讓我們去經歷 而當中 綠色那裡講到 恩信和 恩信和 俗俗本修訂本 也比較好 因你們的信 反過來 因我們的信 我們也要和自己說 因我門的信 因我門的信 對 信不信很重要的 當我們有一些神的應許 譬如說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 都必得救 我們知道這個神的應許 是一句來的 但是真心相信 有多少人呢 舉不舉到手 真心相信這一句呢 試試有沒有人舉到手 可以真心相信這一句 有啊 也很多啊 那就是主啊 說真的 我是軟弱的 因為我爸爸還沒有信主 到現在也是 這句應許對我來說 都有困難 我也很願意去相信 很想去相信 所以 這個經文 也鼓勵我們一件事 我們信是很重要的 當我們知道 一切都是從神來的 那麼我們呢 也要恩信 真的要相信 其實 可以不信的啊 當你不信的時候 你真的經歷不了的 就是神給我們最厲害的 最好的 最寶貴的 是自由意志 但是這個自由意志 自由到呢 難了神的工作都可以的啊 就是 我們有些神的應許 正如我自己 對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 都必得救 我有軟弱的啊 我都未必得的啊 但是感恩 神也給我另外有一些恩典 在金錢上呢 我讀神學的時候 有很多的經歷 待會兒說一些 那也是呢 神給我在這個方面 我就信心十足了 所以呢 今天去講 喜樂平安的時候 我們有多信心 信心有多大呢 都挺影響我們的啊 接不接收到 都是很重要的啊 不過首先我們觀念上 我們都知道了 盼望來自神的 一切來自神的 接著呢 我們要相信神是 能夠賜喜樂平安給我們 對嗎 接著 聖靈就能夠在我們裡面工作 去讓我們經歷了 當我們不信的時候 聖靈想給 都未必能給得到 好 接著下去了 今天的經文也講到 應當一無掛慮 應當一無掛慮呢 經文我們也再讀一次吧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值著討告 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有的告訴神 是的 一無掛慮呢 掛慮那個字呢 其實是負面的 是遇到困難的時候 會讓我們有些擔心 憂慮 我跳一跳給大家看看 好 這個掛慮呢 其實原文裡面 是講的是 Ansiris 即是焦慮的 而且呢 有一個意思是講到 無謂的擔心 是具破壞性的 而且呢 是叫我們去到 越來越向下 那有無想像過 剛才我講了一個例子 其實就是 我在第一間去實習的教會 讀神學的時候呢 就經歷過一件事 讓我 反省到自己 原來是一個當時 是一個非常負面的人 那就是 我在那間教會 服侍 服侍年輕人 都感恩地在那裡認識 太太韋山 但是 在那個時候 我在那裡服侍的時候 都做到一些事情 起碼 我勤勤勵勵 剛才師母都說 我都願意幫人 不知道 大家邀請我幫忙 相信我都會去幫 應該是 當我是一個這樣的人的時候 有人欣賞我 當時那個負責的傳導人 就跟我說 Billy 你真的做得很好啊 然後 他不止一次 很多次去欣賞我 但是 我心裡 立刻就會有一句話 就是 他欺騙我 我其實 不是做得很好啊 這些負面的聲音 就在我裡面出現了 這些就是焦慮 就是我對自己的狀況 我的狀態 裡面的狀態 沒有喜樂 沒有平安 就在想 不行的 我做每一件事都差的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有這樣的經歷 有的真的要為自己祈禱 這樣的 在我一邊讀神學 一邊成長 一邊服侍的裡面 得到醫治很多 現在基本上 都少得挺甜的 是嗎 這樣 這樣扔著 不過就是很想提醒 當我們 憂慮 掛慮的時候 其實是很危險的 一些無謂的擔心 譬如我 今天去打球 然後下雨 然後 哎呀打球才來下雨 這樣 經歷這些負面的事情的時候 可能日後每一次 哎呀 約了打球 明天 不知道會不會下雨 你很害怕 你知不知道明天下不下雨 不過這個天氣可以看看 天文台 那 或者 明天我上班 會不會被老闆罵的 或者 哎呀 公司最近生意不好 哎呀 我怎麼辦 會不會裁員的 其實這些呢 有一點是無謂的擔心 因為你 知不知道你老闆 是不是真的會炒你呢 如果我們 我們基督徒 應該很見證的 忠心去工作的時候 應該是沒問題 應該會被老闆欣賞 除非他是信偶像的 覺得你基督徒是壞人 我自己也試過一次 在我以前工作的公司裡面 那一年的生意真的跌了很多 跌了30%左右 應該有 那接著呢 老闆已經是公開 跟所有的員工說的了 那今年你們的bonus 就會少了很多的了 會少到 真的 很少的了 那 原本呢 我們每年呢 都幾乎有一個月的bonus 上上落落的 那他這樣說的時候 我心裡便會想 會不會剩下 一半啊 或者一半個月不夠啊 可能剩下10% 因為自己知道的嘛 我們做merchant 是看到的生意 是一直跌下去 那接著呢 到他派個信封給我們 一打開看的時候 嘩 我竟然是這麼多年以來 收到的bonus 最多的一次 超過一個月 嘩 其實是猜不猜到的呢 有些事情我們真的想像不到 即是說無謂的擔心 有些事情我們真的不知道的 即是 聖經裡面 耶穌有個比喻說到 有個財主 很多錢啊 多到要蓋過一座大樓去裝些錢 但是耶穌 神跟他說 你明天你就沒命了 搞那麼多事情幹什麼呢 真的不知道的 我們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知道嗎 今早有姐妹跟我聊天 說 哎呀 今年真的發生了很多事情 我打算去看醫生 誰知道去到醫生休息 不知道的 哎呀 接著我又有個親戚 又弄傷了 不知道的 那麼如果你 將自己一直帶去這個憂慮 帶去這個擔心裡面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回到這個經文 當我們有憂慮的時候 當這是一個困難 我們在看著它的時候 相信我們也會祈禱 對不對 祈禱的時候就 哎 神啊 幫我拿走這個困難 我不想再遇到它 可不可以 我有病啊 幫我醫治啊 哎呀 公司又找得少啊 我想轉個好一點的工作 可不可以給我啊 一邊看著一些不好的狀況的時候 生意又不好啊 是不是撿了一顆它啊 在看著的時候 我會祈禱的 也會的 但是有一件事 我們很聰明的 未必是大家 可能我很聰明的 就是將神 帶到我們的問題那裡 但是問題還在這裡 也就是耶穌陪著我們 面對的問題而已 我們祈禱 耶穌可能來了 在我們旁邊 但是我們還是看著 耶穌啊 耶穌在這裡 但是我們看著問題 耶穌啊幫我啊 救我啊 但是耶穌在這邊 我們是否應該 要回頭 主啊幫我啊 當我們這樣祈禱的時候 我們眼睛看著神 祈禱祈求 感謝嘛 那還能看到那個困難嗎 其實一定是焦點會變的 但是當你看著那個困難 可能會反覆的 可能會回來再看著那個困難的 但是當你再看著那個困難 哎 祈禱祈求 感謝 哎 又回到耶穌那邊 那麼你的困難 你的憂慮肯定是少了 是不是 剛才師母也跟我們說 要去感恩 有多少感恩呢 當我們可以感恩 今天可以在這裡服侍 感恩今天心目師師母 一起在台上 感恩可以和大家去分享 感恩有很多的經文 感恩我們很多的器材 感恩今天天氣很好 感恩今天乘搭巴士都挺舒服 感恩今天和太太一起回來 很開心 感恩今天很多東西 我剛才一直感恩的時候 還有沒有那些困難在這裡呢 就是如果你遇到困難 你不斷感恩的時候 不斷祈告祈求和感謝的時候 還有沒有那些困難 困難在這裡 但是你會不會很不開心 你的憂慮會好一點 會慢慢向上 祈告祈求和感謝 另外詩篇呢 42篇和43篇 有句經文都很祝福我們 我們一起看 是的 我的心啊 你為何憂悶 為何在我裏面煩躁 應當仰望神 我還要清謝他 我當面的拯救 我的神 詩人呢 可拉的後裔一樣是這樣說的 他有些事情煩躁 有些事情憂悶 但是他也提醒我們 要去到養望神 去看神 剛才經文肥特比書那裡說到 討告祈求和感謝 是不是 我們一起說一次 討告祈求和感謝 是的 當我們這樣做 就是養望神 但是我們看著困難的時候 很難討告祈求和感謝 當我們抽身 去到討告祈求和感謝的時候 我們去到神的面前 我們不是把神帶到困難裡面 而是把我們自己帶到神的面前 行不行 好 所以有一個指標很容易 當你去想著一件事 哎呀 我很害怕 我工作裡面 我老闆這樣對我 耶穌啊 要幫我 哎呀 老闆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有罵我 哎呀 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被老闆解僱 一邊看著困難 那你的心情一邊向下跌的時候 你就知道識分了 這個呢 是不是憂慮呢 是不是掛慮呢 當你一邊想著那件事情 你越來越不開心的時候 肯定是憂慮 肯定是掛慮 但是 剛才說到有一個字叫掛念 就是我們正確地去到 把事情帶到神的面前 不是把神帶到問題那裡 而是把我們自己帶到神面前 我們一邊討告 神啊 知道你是創始成終的位 你是信實的 我們感謝你 你和我們一起 我們遇到的一切事情 神你都能夠讓我們越過 能夠讓我們勝過 這個究竟是向上還是向下 這個就是向上了 這個也是我們可以去學習的 所以說到 我們將我們的意志 去轉換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就是 常常喜樂 我們一起讀這段經文 你們要靠主上上喜樂 我再說 你們要喜樂 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心 主已經勤了 這個原文的喜樂裡面 原來是一個持續的狀態 剛才說到 當我們去想一些不好的事情 或者一些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向下沉 但當我們仰望神的時候 我們又會好回來 這是一個搖擺的狀態 當你再次去想一些問題的時候 你又會不開心 但是在那個時候 要什麼 討告 祈求 祈求 再說一次 討告 祈求 感謝 然後再加一句 仰望神 討告 祈求 感謝 仰望神 我們到神的面前 就不會被困難影響我們了 而且這個持續 持續地討告 祈求 感謝 仰望神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去到 勝過這個狀況 因為這裡 藍色那裡說到了 謙讓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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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 不要在想自己 在想的事情 因為很簡單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 都會想很多方法去處理 是不是 會想Pan A Pan B Pan C Pan D Pan E Z 很想去解決這個事情 其實這個 其實還沒去到神那裡 去到我們思想的層面 我們還在用我們的腦袋 用我們的腦筋 這個其實沒有事情會發生的 其實你不用信耶穌 不用信耶穌 也懂得想A-Z的方法 對不對 對不對 如果信耶穌 你都只想A-Z的方法的時候 剛剛我們都讀出來的 我們什麼呢 祷告 祈求 祈求 仰望神 就發生不了了 因為還在我們魂的層面 我們魂的層面 如果不靠我們的意志 去到躍升 去到神那一處 去到靈的層面 沒有事情會發生的 那麼 講回一個例子 就是我當初讀神學的時候 去收到第一張學費單 其實我已經沒有錢了 那時候 第一張學費單 就是有兩萬元 需要付兩萬元 但是我沒有錢 怎麼辦呢 然後我就祈禱 然後神就突然間 給了一個很大的平安給我 然後我就沒有了那個憂慮 這些東西 不是我用方法想得到的 我仍然都是沒有錢的 但是神就賜了一個 出人意外的平安給我 我就不需要去想自己的方法 然後就繼續去祷告祈求 感謝養望神 然後就持續在一個平安的狀態 喜樂的狀態 然後到12月 差不多要交錢了 在12月23日 有個弟兄 平時我見到他的時候 就只是 嗨 然後就嗨 那種 就是不熟 然後他也不知道我要交學費 他在23日的時候 就跟我說 12月23日 Billy 你24日會不會回來 就是平安夜 我們舞會那邊 也有聚會 我說 我回來 然後他說 有東西給你 你記得找我 然後24日就回去 然後就找他 找他的時候 他就給了一張聖誕卡給我 他的樣子很緊張 Billy 抓緊了 不要掉了 有一張支票在裡面 然後我心想 可能有幾千元幾百元 也好 少少 再祈禱 然後到我完聚會 回家的時候 坐車 打開 一張聖誕卡 然後他真的有一張 兩萬元的支票 嘩 真是 出人意外的平安 Amen 這些東西 不是我自己思考 魂裡面可以運作到的東西 是不是 大家 有些弟兄姊妹相信都經歷過 突然間有個平安來到 然後就放下了 不再憂慮了 然後神就讓他發生了 這些都是很感恩的事情 好 接著下去 羅馬書也有段經文去鼓勵我們 我們又 藉著他 恩信得已進入現在所暂立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 對了 剛才一直說到 其實我們是藉著神 盼望在神那裡 聖靈的工作 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不要停留在自己的思想 而是 真的要去到討告 祈求 感謝 仰望神 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 真的 經文也說到 又藉著他 然後 就能夠讓我們 是 暂立在這恩典中 不知道大家 真的 都 覺不覺得 神其實預備了很多恩典給我們 有些恩典可能我們還未經歷 但是 耶穌又這樣說 所有的英許 在耶穌基督裡面 都是什麼 是的 是的 這個恩典 其實我 有一句說話 也想鼓勵大家 就是神的恩典 所有恩典 所有的英許 都是是的 就是在這裡 但是 怎麼才能經歷呢 我有一句說話 鼓勵大家 就是 恩典早就預備好 你一伸手就拿到 大家一起說一次好不好 好 恩典早就預備好 你一伸手就拿到 是的 當然 講的很簡單 但是 最重要其實 剛才那個公式 有一個公式在這裡 討告 祈求 感謝 養夢神 Amen 是的 其實真的 當我們 剛才說的 信還是不信 恩信 恩著我們的信 如果一些恩典 你覺得 不是的 神不會有神職醫治 那你不會經歷到神職醫治 對不對 你也不會這樣祈禱 不會這樣祈告 祈求感謝 當然是經歷不到 但是恩信 恩著我們這樣相信 恩典 一伸手就拿到了 好 每個人經歷都不同 當我們經歷到的時候 就歡歡喜喜 盼望神的榮耀 好 接著耶穌有一個示範 都讓我們知道 在《路加福音》 十章二十一節 我們一起讀 正當那時 耶穌被聖靈感動 就歡樂 說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因為你將這時 向聰明通達的人 就藏起來 向嬰孩 就顯出來 父啊 是的 因為你的美意 本事如此 哇 很棒的 這段經文我很喜歡 因為是耶穌親自發生在他身上 就是說 其實他也想告訴我們 都可以發生在我們身上 是不是 那看不見到耶穌是怎樣 有這個歡喜的歡樂 第一句綠色那裡 黃色那裡 耶穌被聖靈感動 那所以呢 其實感恩 我們真的有聖靈在我們裡面 那就跟隔壁說 感恩我們有聖靈 感恩我們有聖靈 直到聖靈給我們 耶穌也是這樣經歷 而且呢 剛才說 把焦點回到神那裡 仰望神 所以呢 耶穌也說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謝你 哇 耶穌示範給我們 在神的面前 更加重要的 藍色那裡跟我們說 你這些事 向聰明通達人 就藏起來 向嬰孩 就顯出來 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說我們不要這麼聰明呢 那不是的 而是我們不要用我們的聰明 你想想 剛才說到 遇到困難 遇到問題 我們就A-Z就出來了 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處理 要怎麼應付 要怎麼應對 很多東西都出來了 不信耶穌的人都會認識 那麼聰明的人呢 越聰明的人呢 其實他就越懂得想辦法 對不對 聽不懂 越去想辦法 其實他還會不會 祷告 祈求 感謝 仰望神呢 難一點的 所以向聰明通達人 不是說聰明的人去不了 而是我們 我們每一個 不要用了聰明 去代替了神的恩典 然後呢 嬰孩就顯露出來 那麼這個是什麼呢 那麼 有一本書 我之前看過 他講到 有心理學家 有研究過 一些小朋友 嬰孩 小朋友 原來呢 五歲的小朋友 他是最單純的 你說什麼他就信什麼 那麼 最近 十二月的時候 有個聖誕派對 那麼有個小朋友 那麼他爸爸呢 不想他吃薯片 接著他爸爸呢 就拿了一塊薯片 放進口 吃了一口 然後就說 哎呀,很辣啊 其實那個薯片 其實是不辣的 那麼大 小朋友 看到他爸爸這樣 他就信了 然後就不吃那個薯片 那麼 這個小朋友 想說很單純 那麼 那本書裡面 有剛才說的 那本書裡面的 心理學的研究 說到 原來五歲左右的小朋友 是最單純的 這個位置 所以呢 他也鼓勵 你家裡有這個年紀的小朋友 你就去 把你代討的事情 需要的事情 就跟他說 然後他就會討告 然後呢 神就應運的機率 就會大一點 這個不是真理 但是想表達的是 小朋友的心 小朋友的心 是單純的 那麼我們能不能夠 去到這個程度 真是神說的東西 我們單純地去相信呢 今天說要 祷告 祈求 感謝 養望神 我們能不能夠 單純地去到 不要再去看問題了 不要再去想一些困難了 那些無謂的擔憂 無謂的擔憂丟了 我們就單單去養望神 這樣去經歷吧 好嗎 好 因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神就是想我們這樣 好像小朋友 去養望神 聖靈感動我們 相信的時候 藉著信心 經歷這個喜樂 平安 好 羅馬書繼續跟我們說 我們一起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難中 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來 忍來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落空 因為神的愛 以藉著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囂伴在我們心裏 對 都是大家熟悉的經文 但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記得 老年生盼望 盼望生忍耐 忍耐生不至於落空 其實是和合本 不至於收窺 因為神的愛 已經是藉著聖靈囂貫在我們裡面 但很多時候 我們未必會看到第三節 說到 在患難中 都要歡歡喜喜 說到我們的狀態 我們看到患難當然會覺得困難 但剛才我們藉著什麼 祷告 祈求 感謝 去養望神 其實是真的能夠經歷到 剛才也說了不同的見證 都有這樣的經歷 稍後還是有的 稍後再說 而這個發生 第一就是我們要有信心 和旁邊說要有信心 要有信心 是不會落空的 有盼望 有盼望 然後聖靈才能夠在我們裡面工作 如果沒有盼望 仍然覺得很困難 仍然覺得很不開心 聖靈也很難幫到我們的 好了 然後這個蝦巴谷先知 也示範了給我們看 我們一起讀一次 雖然無花果樹不發黃 葡萄樹不結果 橄欖樹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糧食 圈中絕了羊 棚內也沒有牛 然而我要因爺和華歡恩 因救我的神喜樂 主爺和華是我的力量 祂使我的腳快如武六的蹄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Amen 其實蝦巴谷先知 面對的環境真的很差 他當時真的被滅國 真的很困難 很困苦 很荒涼 自己的國家 和子民又撥益 其實他很不開心 但是經文呢 言而那裡 兩個字言而 但其實這兩個字言而 中間可以發生很多事情 因為如果 他只是在看那些困難 只是在看那些問題的時候 他能不能夠說出後面那幾句呢 不行了 對不對 所以很相信 他今天也是在這個時候 仰望神 然後神的喜樂平安 就進入他的裡面 然後他才能夠說出 我要因耶和華歡迎 因救我的神去喜樂 而且下面說到耶和華使他有力量 而且使他的腳快如武六的蹄 又使我穩行在高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嘗試想想 有兩個人 一個人是苦瓜乾的口臉 然後另一個人 都微微嘴笑 看到他也很平安 很喜樂 你會想和誰聊天 多一點 是的 當然是笑眉眉那個 苦瓜乾的口臉 你和他聊天 怕被他罵 就算他不罵你 你也和你生一大輪 你也很無忍 這裡說到 當我們在神裡面 能夠有那個喜樂 有那個平安的時候 你會成為哪一個人呢? 你可能都會面對那個困難的 但是你能不能夠 咪咪咪嘴笑呢? 你猜 想不想要嗎? 是的 我們今天 就是要記得 當我們去到仰望神的時候 其實神真的會給我們這些 喜樂平安 好,最後 第三點就是 得主的平安保守 剛才第六節的經文 我們都看過 應當一無掛淚 不要專注在那些困難上 只要凡事藉著 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高蘇神 仰望神 神所賜 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穌裡面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第一就是 出人意外的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 就是超越了人的智慧 你想不想得到這個平安出來呢? 有人可以用自己的思慮 去帶自己去平安嗎? 應該沒有吧 聖經也說 沒有人能夠用思慮 讓我們的授數加增一點 我們的思慮 我們的魂的層面 其實真的幫不了我們 去到有喜樂平安 所以 去到出人意外的平安 剛才所說 首先不要再聚焦困難 第二就是仰望神 應該祷告祈求和感謝 然後 神就會藉著聖靈 讓我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 從神而來 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當我們有這個平安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不會因為困難 去影響我們的狀態 今天說的狀態 你的狀態是喜樂平安還是憂慮呢? 再分享一個見證 也是在讀神學的時候發生的 讀神學真的有很多恩典 在一個 忘記了哪一年 我太太 就是韋先生 她姐姐的教會 就辦這個以色列團 去以色列 但你想想 我讀神學的 去不去得到? 去不了 哪有錢去? 而且那期六月 六月也是一個很棒的時候 就是學費單又來了 學費單加上旅行 要交學費都要祈禱 旅行去什麼聖地 但是我因為這件事 我也祈禱的 就是祷告祈求和感謝 我祈禱的時候 神讓我看到一些以忽所書 就是哥林西書 關於愛妻子的經文 這些經文一來到的時候 我有一個感受就是覺得 咦?我不陪她去 我讀完神學又要服侍 那什麼時候才能跟她去呢? 你知道以色列的局勢 都經常變了 對不對? 其實能夠去得到以色列 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或者容易的事 當我去到討告的時候 有些經文這樣出來 然後我就有一個平安 就出來了 然後呢 記得沒有錢 學費也沒有 女費當然沒有 但是我也決定了 跟太太一起去 那時候還沒結婚的 很感恩 她姐姐和姐夫 就願意 姐姐和韋山一間房 我就和她姐夫一間房 這樣就能夠去得到這個以色列 而且呢 神在當中 其中一個地方那裡 給了我一個枯罩 就是要來到興教會服侍的 感謝住 就是神帶領 而當中很想說的是 這個見證的錢怎麼來的呢? 我去就去了 其實那時候六月 有個弟兄就約我吃飯 他約我吃飯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六月約我吃飯的 他是三月份約我吃飯 但是三月份約我的時候 他那次沒有出去 去不了 就沒有見面 然後六月份再約他吃飯的時候 他就遞了一張支票給我 那張支票他跟我說 Billy 這裡真是神感動我給你的 那張支票剛剛好 那個銀碼就是救我去 這個以色列和交學費的 那他還要… 感謝主 感謝主 他還要說了一句 很令我驚訝的說話 因為我六月才發生的 但是他跟我說 Billy 記不記得我三月約你吃飯嗎? 其實我三月份約你吃飯 其實那張支票我三月份已經寫好了 嘩 再給耶穌掌聲 Amen 這些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其實怎麼會想像得到一個沒錢的人 要交學費 夠膽報以色列團 是不是? 如果不是有神的平安 不可能發生 這個就是出人意外 從神而來的平安 好了 今天很想說 我們在魂的層面 我們想很多事情 去思考很多事情 甚至乎 揭開聖經不斷地看 但是我們的信心 能不能讓我們帶到我們經歷神的位置 大家想不想多些經歷神? Amen 想多些經歷神 剛剛彭全道看了一本書 介紹了一些東西給我們 我看了 我就轉化了去告訴大家 我們經歷神 今天在說 我們不要憂慮 不要看困難之餘 我們要討告 祈求 感謝 仰望神 但是我們 是不是這麼容易經歷到呢? 剛才說要持續的喜樂 這個持續的狀態 如何做得到呢? 在我們生活層面 或者各層面 有幾個層面 可以讓我們 都能夠多些去經歷神 不是一定要回來 崇拜 敬拜裡面 或者是廣道裡面 才能經歷到 而是每一個層面 這裡說的 都有機會 日常生活 會面對到 可以經歷到的 第一 就是創造裡面 經歷神 我們有時候 去到大自然的環境裡 看到 哇 神的創造 真的很奇妙 那時候 真的跟神有相遇 有時候 我們就會去到 一群人去做一些事 為主去做一些事 一群人去到全福音 或者是小組時間 或者是崇拜時間 都是 我們一群人在一起 就很感受到神 在我們中間 有些不是一群人 有些人要一個人 有些就是儀式 譬如 我們覺得 唱詩歌唱到跪下 就要跪低 唱到舉手就要舉手 非常好 去到這些狀況裡 經歷神 或者參加婚禮 或者守聖餐的時候 就會覺得 做這些儀式的時候 哎呀 耶穌你真的很愛我 你真的在這裡 跟神去連結 在這些儀式裡面 也在智聖裡面 發現一些真理的時候 看聖經看看 哇 原來神這裡這樣說 是有這樣的意思 叮一聲那種 很覺得神就跟你同在了 就能經歷到神了 而另外 剛才說 有些是群體一起經歷的 有些可能是 躲在一間密室裡面 沒有東西騷擾到我的時候 啊 神你真的跟我同在 好感受到你啊 主耶穌 有這樣的狀況 也都在關懷裡面 當我們去 輔助貧窮人 有需要的人的時候 得蘭修女就是一個好的例子 當他這樣做的時候 他就很能經歷到 神跟他同在 而另外 也有行動裡面 不知道大家身邊 有沒有些人 看到身邊有人 去到 不守真理 或者是做了一些 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會很想去提醒他 真的要提醒他 喂 不要說謊啊 誰是誰 喂 你真的要多些靈修祈禱啊 你就是這樣不行啊 很喜歡這樣去跟人說的 因為可能這種人 在他的行動裡面 他就會經歷到神了 而情感裡面 有些人就會說到 哎呀 牧師一說到 神很愛我們的 是啊 神真的很愛我們 很情感豐富 就是覺得神的感情 情感跟自己很接近 很連結 會有這樣的狀況 也在感官裡面 敬拜裡面 詩歌、音樂、歌詞 看畫面 哇,今天這個背景很漂亮啊 真是讓我能夠進入神裡面 或者有些人看著耶穌的畫像 哇,耶穌,我很愛你啊 在這些狀況裡面經歷 這些都是不同的層面 我們生活裡面 可以去經歷神的 可以持續地去經歷神的 所以呢 不過,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當中 你可以看著大自然 但是你可以忘記神的 你可以去做伏事 你只是在做一個慈善 而可以是沒有神的 你可以去到在密室裡面 自己一個人 但是可能 你只是在自閉著 很多很多的狀況 記住 這裡幾個層面 都是提醒大家 在當中 你要去到 仰望誰 仰望神 對了,沒錯 所以 最後說到 要展現喜樂平安 很想鼓勵大家 剛才說了很多 我自己的見證 我相信大家 有不同的弟兄姊妹 都有經歷的 在當中 這些見證 都是幫助我們 更加去仰望神 但是要記住 有時候 我們真的會看到困難 但是當我們看到困難的時候 不要忘記 我們要 祷告 祈求 感謝 仰望神 是很重要的 最近看了一套電影 裡面引用了沙士比亞的一句名句 就說到了 All that greatest is not gold 這句 正常人會用在負面那裡 說的是虛有其表 就是金玉其愛 下一句不要說了 但是這套戲裡面 引用這句說話 是說著 有一個女主角 女主角的生命很坎坷 很多的患難 接著男主角 其實是這套福音電影 男主角 就是代表神的愛 這樣她不離不棄 這樣愛這個女生 這件事 其實是否超越黃金 就是剛才說 你想要一個笑眉眉的人 還是一個 穿到新光頸漂亮的人 你想跟誰聊天呢 新光頸漂亮也好 但是笑眉眉那個 會不會好一點呢 還是苦瓜乾 雖然好像很漂亮 但是苦瓜乾厚面的 你想不想這樣呢 我想大家都想到 有一個喜樂的人面前 去跟她聊天 所以今天呢 其實很想鼓勵大家 我們要閃閃發亮 我們不需要黃金 但是我們有主的喜樂 平安 展現喜樂平安 當神的喜樂平安進入我們生命裏面 我們自然就會流露 就會展現喜樂平安的養色 被人吸引人去到我們裏面 但是很重要的是 祷告祈求 感謝 仰望神 去到神的面前 將出人意外的平安 去領受 領取 伸手去拿 拿神給我們的喜樂平安 從神而來的 要相信 依靠著我們的信心 大家 會不會有信心 想不想要這個信心 去領取 起床 我們一起起床回應 憑著神給我們的信心去領受 領受神給我們的盼望 領受神給我們的喜樂 領受神給我們的平安 讓聖靈在我們身上能夠工作 我們不要再停留在魂的層面 停留在魂的層面 沒有事情會發生 不信主的人都是用腦去想的 我們基督徒不是 我們不單止用腦去想 而且我們的腦能夠帶我們去到 將我們的意志去到靈的層面 這就是信心 讓我們的信心去到神的裡面的時候 仰望神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經歷這份喜樂平安 繼而展現這份喜樂平安 我們一起套歌吧 我們用謊言套歌吧 去啟動這個領受 啟動這個我今天所學到的 我們不知道我們當中 有些什麼的 弟兄姊妹面對著什麼的狀況 可能真的有很多困難 但可能有些只不過是無謂的擔心 我們不要在這個憂慮的狀況 大衛在很多的詩篇裡面 都讓我們看到他有很大的負面情緒 但當他這些詩篇 最後最後 他永遠都會讚美神 清謝神 為什麼呢 為什麼在這麼大的負面裡面 被亞瑟良追殺的時候 被蘇羅追殺的時候 他仍然能夠清謝神呢 我們很相信 他就是經歷了這件事 從神以來 出人意外的平安 願意我們都領受 領受大衛這個 出人意外的 祷告的平安 我们仰望神,让神的能力进入我们的里面 让圣灵的工作,结出圣灵,起落,平安的那支特质 哈利路亚 很想发出两个的邀请 第一个邀请是,如果你是未信主的 今天回到这里,你很想认识主耶稣 很想去领受神给我们的喜乐平安的 你走到我们的左边,你的右边 我们有传道去带你信耶稣 如果有这样的人,我邀请你出来 第二个邀请就是 弟兄姊妹,你不要随便走出来去被祷告服侍 今天我们讲到我们的意志,我们的信心 要去领取神给我们的喜乐平安 这个是靠不了其他人的 是要靠我们自己的 所以你不要随便走出来 但如果你真的面对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重担 非常非常大的困难 你真的很需要有人为你祈祷的 你可以出来,来到台的中间 我们出去祷告 我们也会借着一首诗歌 我们今年的主题曲 去让主你的平安喜乐 去进入我们的里面 Hallelujah 打開你的視覺 讓我隱藏 欲免治療 客家裡多瘡 你樂於平安 違著我 困怒時 人人教託 張開我遲課 為你的熱狂 把所有歲月 押在你的光 是真理慈愛 激禮我 血則願令我重生 唯獨信靠 你的愛 戦慈非奔 不再離婚 神若狂張 別指令客製 唯獨信靠 你的愛 戦慈非奔 不再離婚 神若狂張 別指令客製 唯獨信靠 你的愛 將我們自己帶到神的面前 我們以託告 祈求 感謝 仰望神 去到神的面前領受 神美麗的一份喜樂 一份平安 讓我們能夠展現這份喜樂平安 憑著信心 去到神的面前 帕麗女人 把愛我慈望 為我隱藏 一面子如下 難去多藏 喜樂如平安 為著我 訓導師 日日教訓 將愛我慈望 為你殿堂 把所有歲月 押在你的光 是真理慈愛 激勵我 願願願願願火衝殺 唯獨信靠 你的愛 戦慈非奔 不再離婚 神若狂張 別指令客製 已敬敗 你的愛 唯獨信靠 你的愛 唯獨信靠 你的愛 戦慈非奔 不再離婚 神若狂張 別指令客製 已敬敗 你的愛 神聖節目 繼續去方言祈禱 方言祈禱 領受神給你的平安喜樂 領受聖靈給你很大很大的能力 我們待會再繼續唱這首詩歌的時候 大家不用唱 大家要去到方言祈禱 去到領受 去到領取 神已經應許將這個喜樂平安給我們 好感受到這個平安已經臨到我們當中 大家有沒有信心去領受 有信心去領受 憑信心去領受 好啊 下禮女人 為作信靠 你的愛 戦慈非奔 不再離婚 神若狂張 別指令客製 已敬敗 你甚錯活製 可戦慈 可跪下 心只有十家 一處一處一信一意念 我們願付代價 可戦慈 可跪下 心只有十家 一處一信一意念 我們願付代價 給你來 nine stab 你的爱 誠 結 Pad 別指令客製 神若狂張 你的愛 千自非奔 rehabilitate 已敬拜必甚所活跡 神若抗争 必自令限制 已敬拜必甚所活跡 神若抗争 必自令限制 已敬拜必甚所活跡 主要我们感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 我们今天知道 我们不可以靠我们自己的理性 用自己的心思意念去到你的根前 主祢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到以祷告祈求感谢 仰望主你去到你的面前 才能够领取到你给我们的恩典 主是愿你这份喜乐 这份平安 出人意外的平安 让我们凭着信心去领取 你一伸手你就会给我们 这个平安喜乐你就会给我们 让我们特兄姊妹再次交上给你 感谢主 感谢主你很大的恩典 临到我们当中 我们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食名自祈祷 Amen 感谢主